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马医的工作 然后现在我就是两个方面一起抓 大的方面就是马房的管理 当然马生病了 日常防疫 这个我还来做 这个职业跟我的兴趣爱好呢 是不分离的 我小时候从我出生 家里就养马 然后从小就是伴随着马 一起成长起来的 在1993年 那时候我才六岁 当时候就是当时 顺义成立一家叫 顺义乡村赛马场 离我们家大概就是 六七公里的样子 然后也可以骑马 一千二百米的跑道 二十块钱一圈 我一去就骑个一上午 去了就不想走 就是救死扶伤 那马在生命垂危的时候 通过咱们的帮助 通过咱们的药物的治疗 包括它的陪伴 饲养管理 让它转危为安 甚至与咱们治疗的马 在重返赛场 这个我觉得是 我最令我自豪的 刚开始接触人的时候 一定是畏惧的 害怕的 然后我们就是 通过喂食物 打理它 慢慢的它就不怕人了 敢于接受人 最明显的就是说 我们调教有一个环节 叫打圈 打圈其实就是在马下 在教它指令 比方说 又停止 变为漫步 我们会给它一个 一个舌音 马就会变漫步 当它有一定 适应这个场地了 环境 我们会发出 比较柔和的声音 变漫步 马就慢慢的 速度降下来了 它就能听懂了 每当晚上的时候 饲养员师傅 该加料的时候 他知道饲养员来了 他会呼唤 如果要在场地里边 他信任你 跟你玩的时候呢 你走到哪里 他会跟到哪里 这就是表现出 对他喜欢的人的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您的感觉 如果您这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三文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